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立委 傅昆琦26号特别邀请交通部长林佳龙 以及交通部会的官员们到花莲视察交通建设 而林佳龙也宣布 亲民连续假期 舒花改将事半提速 南澳到和平路段 由原本限速60公里提升到70公里 而有关花莲铁路高价建设187亿元的建设经费 县长徐真卫也当面向林佳龙来争取 希望中央能够全额负担 县长徐真卫立委傅昆琦26号一早就到了台铁花莲站 陪同交通部长林佳龙视察台铁花莲站相关反应措施 而针对了舒花改今年1月通车后 沿路线速最高60公里 用路人抱怨速限太低 林佳龙也宣布 亲民连假期间 舒花改将事半提速 南澳到和平 由原本限速60公里提升到70公里 舒花改在亲民连假期间 我们公务总局会来事半提速 从60公里提升到70公里 那我也特别感谢副委员还有徐县长在地的相信的反应 那也请这个用路人自己要注意 能够整个进出隧道的时候保持一个等速的前进 这样实话有助于我们期待 这个事半之后能够改善舒花改行车的畅顺 而有关花莲铁路高架建设187亿元的建设经费 一行人也随即前往中华路平交道视察 并听取简报说明 各级民意代表以及村里长也都到场关心 县长许正卫令委不昆奇也当面向林佳龙争取 希望中央全额负担 因为这个整个铁路高架部分一共是187亿 花莲县政府配合款45亿 而我们试想花莲的部分既然是政策 我们就希望这个我们行政院院里面中央能够全力吸收 因为其实花莲的交通基础的交通 这本就是花莲现在要做的基础交通 花莲到吉安的铁路高架 包括七个平井路段 这个平交道还有我们很多造成地方淹水 以及这个地方一直自爱乃琪的发展 都是因为铁路对我们整个花莲到吉安 整个大花莲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因为铁路的切割而造成地方的不均衡的发展 希望通过这一次铁路双轨电气化 能够把我们的铁路高架 能够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计划 全国高快速铁路网发展整体规划 交通部长林嘉隆日前已经核定 在26号的视察行程中 台铁局也进行概略说明 而未来高铁东沿宜兰南沿屏东 南回铁路电气化与双轨化 花东铁路双轨化提速为快铁 将整个铁路路网连接起来打造未来环岛 仅6个小时的愿景 也将值日可待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